最近的天气一阵阴一阵晴 大家是不是很难找到一只适合自己的雨伞呢 今天生活百分百带大家来到了雨伞王国 这里的雨伞五花八门各式各样 就让我们一起来找一只适合自己的雨伞吧 台湾素有雨伞王国的美誉 随着材料科技的日新月异 台湾附近的发展也越来越多样化了 国内业者在1953年开始生产雨伞 是台湾洋伞工业的开创者 更发展成洋伞集团 带动台湾伞具的工业发展 业者不断提升研发能量和产品品质 使台湾的伞具能够荣获多项的国际大奖和多国的专利 使我们在购买伞具的时候 有更精美和更多样化的选择哦 林小姐你刚刚有跟我们提到一些材料 比如说玻璃纤维碳纤维和高碳钢这几种 那可不可以实际为我们介绍一下这几种伞呢 好的 在我手上这把伞 它就是玻璃纤维 我们看这一段 玻璃纤维呢 就是强化抗风的设计 就是在风大的时候可以使用的 是的 那碳纤维呢 碳纤维是哪一把 碳纤维在我手上的这一把 碳纤维的功能又是什么呢 轻量化 那我可以拿来看吗 好的 就整支伞让我拿来看 我来试试看 但这个很轻耶 好像没感觉呀 真的有效果哦 那我们刚刚说高碳钢又是怎么样 高碳钢是我们现在手上这一把 这一节是高碳钢 高碳钢 它是轻量化 轻量化哦 对 耐用 耐用 就是刚刚我们说又轻 然后又可以防风这样子 哦 这样我了解 所以这个是做两者做结合哦 是 但不再只是车风避雨的工具咯 除了有各种花色 曾为搭配服饰的时尚配件外 还结合了各种功能 不管是上班族 妈妈族 影法族 都有适合自己的雨伞哦 好 我现在手上的这把雨伞呢 就是我们刚刚林小姐为我们介绍的 明星伞之一 它的名字叫做自动开合伞 那我们自动开合伞很厉害哦 它曾经荣获台湾精品奖 还有各国的国际设计奖 还有得到许多国家的专利哦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把伞到底要怎么样使用呢 现在呢 我们看一下上面有一个按钮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要轻轻的按下我们上面的按钮 轻轻按一下 它就自动打开哦 然后呢 接着要怎么收呢 再按一下按钮 它就自动的缩合 厉害吧 这个时候你只要轻轻按钮 就可以很容易的把它收起来咯 那重点是 它还有一个适合男性使用的超大伞面的款式哦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手上的这把呢 就是我刚刚说的 每个男性必备的哦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啊 它拥有超大的伞面 你看 非常大 对不对 无论你长得再高再壮 也一定能够让这把伞撑在上面哦 OK 而且它也是我们的妈妈 非常热爱的款式哦 因为啊 我妈妈去接小朋友的时候 不管你有几个小朋友 隔壁的小朋友说不定 也忘记大雨伞 你也可以叫他 过来过来 我们一起撑 是不是很温馨又很安全啊 嘿 林表姐 嘿 你在叫我吗 你怎么在这里喝咖啡 刚好被你逮到了 你看我介绍了都这么久 混你了吧 哦 你刚刚介绍这么多雨伞 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就是啊 我们刚介绍很多 是男士啊 年轻人啊 是妈妈 可是我们就是没有提到 适合长者的雨伞 长者哦 首先这把雨伞是 符合人体工学的木把 木柄的握把 再加上 它的雨伞 能够支撑100公斤的重量 前面加上 超强的橡胶 超紫滑的 橡胶紫滑垫 它这个中感是 我们可以看得到 完全无破坏点的中感 然后我们还可以 有依照您身高的高按 还可以转开 调低 更高的话你可以再多加 好 所以你可以依照您的身高 可以依照您的身高来 使用 做调整 做调整 保护您的最佳伙伴 了解了解 好了好了 听你这么舒服 是应该要带一把回家的 伞的代言人 林小姐拥有20多年的伞锯销售纪念 她告诉我们 为了让大家都有好伞可以使用 他们锁定的价格都非常普及化哦 不管是精美度 功能性 都让客户感觉物超所值哦 一把好的伞可以耐用3到5年以上 配合业者提供的保护维修服务 延长使用年限 孤单省钱 还可以减少废弃雨伞 所造成的污染与浪费 并且做到环保爱地球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